你见过建造在水下的黄陵吗 我们所知道的千世黄陵 乾陵还有明十三陵 都是建在陆地上的 这建在水下面的黄陵 可是世上少有啊 也只有中国的土地上才会有吧 江苏省续一线发现的 这座水下黄陵 究竟是谁的陵墓 它又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 难道水下面藏有宝藏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 去揭秘世界上 唯一一座建在水下的黄陵 开始之前老规矩 加个关注点个赞 偷偷告诉大家 长按点赞两秒 可以处罚特效超级赞哦 位于江苏省续一线的洪泽湖 因受干旱的影响 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因为水位的下降 给渔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这一天 渔民们正在洪泽湖捕鱼时 意外发现 在湖的东岸处 有一片裸露的古代建筑 渔民觉得这些奇怪的建筑 非比寻常 立即上报给了当地文物保护局 随后 就有一批考古人员前来勘讨 经专家鉴定 这座古建筑 确定是明朝时期的陵墓 至于陵墓的主人 是哪位皇帝 还要进一步的靠正 很快 洪泽湖发现明代黄陵的消息 瞬间引爆全中国 一时间 考古界也是议论纷纷 有很多考古专家 为了目睹这水下黄陵的风采 特意不远万里的前来考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最后 考古专家们一直认为 这座明代黄陵 很有可能是朱元璋的祖坟 也就是专家们苦苦寻找的 明祖陵 当然这只是专家们的猜测 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史料上其实有关明祖陵的遗址 是有记载的 而且就是在虚一县附近 这几百年来 考古专家无时无刻 不再寻找它的遗迹 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有关明祖陵的具体位置 洪泽湖水下的黄陵 真是明祖陵吗 为了确定这座陵墓主人的 真实身份 专家决定对这座陵墓 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举证 只见这座陵墓有九个拱门 拱粮和一些建筑构建 浮现在水面之上 经过专家对这些建筑构建的 细致研究 最后发现 这些供粮竟然全都是 用汉白玉制成的 用汉白玉建供粮的 也只有皇室家族才能享有了 果然 通过对这些建筑构建的研究发现 这些构建所使用的材料 竟然全是明代陵墓规格建造的 这一发现 也就印证了前面所提到 这座陵墓的建造年代是明朝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发现 当年明祖陵是建造于明朝初期的 而且明祖陵还是朱元璋一手主制建造的 明祖陵刚建成的时候 是城南北走向的 连城墙都修筑了里外三层 最外层是用土块建成的为土城 中间一层是用砖块建成的为砖层 那层就是明祖陵的皇城了 而且陵墓前的两侧还有21对石像 南北排列足足有900米的距离 如此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的石像群 真是世间少有啊 专家通过对这座陵墓的细致调查 结合史料记载 专家最后确定了这座陵墓的真实身份 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坟 明祖陵 既然陵墓的真实身份确定了 专家们决定趁热打铁 进一步的对明祖陵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因为皇陵的全貌基本上都埋在玉泥之下 所以对考古发掘工作是十分艰难的 考古人员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下面埋没的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块 实在是难清理 而且这些石块就像是和这些淤泥融为一体一样 不管考古人员对这些石块怎样的清理 始终就是挖不动 无奈 专家为了保护这些建筑物不被破坏 决定对此次明祖陵的考古发掘工作 先告一段落 等以后技术成熟发达了 满足发掘明祖陵的条件了以后 再对明祖陵更深一步的发掘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看到明祖陵的全貌 但是通过考古专家对明祖陵的复原图 可以看出 这座雄伟壮观的明祖陵在建造之初 一定是建在陆地之上的 令专家疑惑的是 怎么到了今天 明祖陵就跑到了洪泽湖水下了呢 难道驻祖皇陵还能瞬间转移不成 我们知道 历代皇帝对陵墓的挑选都是非常讲究的 而且挑选陵墓的具体位置也是颇有学问的 就拿清朝皇帝雍正来说 他刚开始为自己挑选的陵墓是在青东陵 可是谁知在修建皇陵的时候发现 土地的下面竟然有沙石 古人是很聪明的 知道这种沙石物质最容易渗水了 而且对帝宫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 即使青东陵已经修建了一半 但是雍正还是面不改色地 立即放弃了青东陵的修建 重新为自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清溪陵 一向谨慎的朱元璋 难道就没有觉得自己的祖坟明祖陵 太靠近洪泽湖 会对明祖陵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吗 为什么朱元璋执意要在洪泽湖修建陵墓呢 这让专家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考古专家决定对洪泽湖仔细地研究一番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原来洪泽湖是中国四大淡水湖之一 但是洪泽湖存在的时间却不长 可以说洪泽湖在这四大淡水湖中 存在的历史是最短的 原来在明祖陵刚建造的时候 洪泽湖还只是一个水塘 只有到了每年的雨水季节 淮河涨水了才会溢到洪泽湖 等洪水退去时 洪泽湖的水就会下降 它就像是一个季节性水塘 根本不会对明祖陵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可是现在的洪泽湖不同了 它的水域面积已经达到了将近2000平方千米 而且洪泽湖的水面已经高出了 苏北平原将近10米的高度 问题来了 洪泽湖是如何从一个小水塘 一夜之间摇身一变 变成中国四大淡水湖之一呢 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吞噬明祖陵的呢 原来洪泽湖的湖水来源 全都是来自淮河里的水 所以考古专家很快把考察对象放在了淮河上 淮河大概有1800米的距离 而且淮河里的水是在经过虚仪石被注入到洪泽湖中的 然后经洪泽湖流入长江 通过对淮河的进一步研究 考古专家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原来淮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 在出土的生代甲骨文上就有提到过淮河 历史上的淮河与黄河长江一样都是直接流入大海 这是导致洪泽湖上涨的主要原因吗 为了弄清楚淮河演变的蛛丝马迹 专家把目光转移到了南宋时期的一场战役 公元前128年 为了防御金兵南下 南宋首将杜冲做了一个惊人的举措 那就是掘开黄河大地 导致黄河改道奔涌而下 注入到了洪泽湖以下的淮河河段 经历了700年的历史变迁 被称为黄河独淮 正是这次的黄河独淮 才导致洪泽湖里的水位疯狂地上涨 这也就造成了洪泽湖周边多次开霸泄洪和绝口 洪泽湖西岸的明祖陵也遭了影 据史料记载 到了明朝末年 明祖陵就已经遭到了洪泽湖的两次劲碰 问题是 明祖陵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彻底吞噬的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专家在现场继续寻找着答案 就在这时 当地的一位村民给专家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陵墓东侧二半米处 有一段裸露在湖面上的城砖 村民带着考古专家前去探寻 果然有一些砖块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湖面之上 据村民描述 这些露出水面的大青砖还是少数 在水下数米深的地方 还有更多更大的大青砖 但是在专家看来 这些大青砖应该不是明祖陵的城墙 应该是一道防水的堤坝 专家表示 只有防水堤坝才可能随着地势的高低排布 这种环绕皇陵而建的防水堤坝 在历朝历代的灵寝建筑中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专家通过对水下成砖的取样 推断这些防水堤坝 应该是明朝崇祯年间建造的 大规模地修建防水堤坝 可以看出 当时的明祖陵应该经常遭到水患的侵扰 专家猜想 明祖陵之所以建在洪泽湖附近 应该是朱元璋认为 这里是朱家龙脉的所在地 不能移动 所以明代的历朝皇帝都不敢迁移明祖陵 明朝时期的皇家 还能为明祖陵修建一些防护措施 可是 到了明朝灭亡以后就没有了保护措施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 黄河淮河的水位又同时上涨 导致洪泽湖水位暴涨最后就淹没了明祖陵 如果没遇到这百年不遇的旱灾 不知道明祖陵移植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被人们发现 你对这座水下皇陵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